原标题 美国福特级航母,最后可能要花140亿美元。这是大权啊,140亿美元一艘航母,真心白眼的。 所以说,你们玩这个战舰世界,我就和你们讲,你们要看各国的战舰,要往上层次去看,绅士战舰,国家逢盛世的时候,国欲往上走的时候,国家才造战舰。 国欲往下走的时候,那战舰就不行了,美国要造一万五千吨的驱逐舰,原来说要造三十五艘。 他说要造三十五艘的时候,我就说你能造出来三艘就不错了,别人说你太看不起美国了。 现在造了第三艘,已经造了一半了,不会再讨论,要不要把这个第三艘取消了,花不起钱了。 原来是准备花十多亿造一艘,现在一艘要花七十多亿,上来弄这个钱去。 所以说,国欲往下走时,干啥啥不行? 日本到了1943年以后造的舰基本上就是原来归花二十艘,最后能建造两艘就差不多了。 导风区逐舰原来也要建一二十艘,最后就造了一艘。 好多他的航空母舰像云龙级航空母舰原来吹牛打算造十五艘航母,最后就造了三艘。 这个都是这样,就是盛世战舰。 你说没有办法,日本呢就是和其他的国家呢也是一样,就是必须是国力强盛的时候才行。 还有一个跟什么有关呢? 跟技术有关? 你造船那是技术必须行,技术不行还想造舰,这个国家只有印度。 自己的技术很臭,但是他又是看别人有航母我也得有,看别人有核潜艇我也得有。 你说非得要这个面子,要这个面子你搞陆军去,你别搞海军,海军那是正儿八经要出洋的。 尤其是不要搞飞机,印度原来要弄那个苏30,看中国装那个苏30,看中国装那个苏27,印度也是给我搞一个组装线,我也要搞这玩意。 俄罗斯就告诉他你弄不起这个,你别看中国能组装那个苏27,最后人家搞个歼11,你走这路,你搞不起来。 他说为什么我不行啊,俄罗斯专家就说为什么不行,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不行的区别就是,飞机它是要飞到天上去的。 我知道飞机飞天上去,我还不知道吗? 知道,飞天上去它会掉下来,晓得过吗? 没想过,没想过,那就一年摔好几架,印度就是这样,我不是说买台它,它就是这样。 印度阿穹主战坦克折腾了这么多年,最后几部队,部队不要,一开就掉沟去。 所以说科学技术和战舰的接触是太隐秘了,科学技术不行,你就别想搞这个东西。 喜欢阿穹主战坦克折腾,您可以看这个环境,甚至,您可以打 Aquître停留意吗? one choose 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